穿着实验袍 手部红肿泡在水里 立刻紧急处理台大校园 竟然惊喘实验意外 同学们全都心有余悸 有人是穿实验衣 然后泡着冰水走出来这样 就有东西烧起来的味道 周一下午三点多 消防接获通报 台大化学系新生教学大楼内 一名23岁化学系男大生 疑似在实验过程中 不慎将进水物质氢化履里碰到水分 立刻燃起剧烈化学反应 引发小型爆炸 近距离操作的同学 额头和右手掌都被烧烫伤 为求谨慎 校房紧急疏散该栋大楼内学生 我有实验室就是发生火灾 警报然后等一下就疏散到外面这样 化学实验操作不当 发生意外手部烧烫伤 头发也有些许烧焦 索性送医没有危及生命 至于详细事发原因 还有待校房调查理清 吉尔阳七号 范雅桥台北报道 还有咖雅桥台北报道 今天空如飓道 在标志里面 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小的